畫廊 在Deep office裡面 它提供了一些預設的一些 所謂的圖片檔 給大家去插入 選擇右邊這邊有一個畫廊 或者你可以選擇插入畫廊 這裡有影像 這個是圖片 當你選畫廊的時候 它在左邊這邊的 分割視窗裡面 就會顯示出各種不同的代表 那你可以選擇某一個人物 比方說我要這個人物點兩下 或者把它拖進來 就直接會有 那這些圖片 已經疊了不少 可是我相信 你還是有你需要 不一樣自己的圖片 那你怎麼樣去做 你可以選擇新增主題 你可以選擇尋找檔案 你選擇我自己已經有的檔案 我的圖片裡面 假設有的話按確定 它會幫你找來這裡 另外特別要可以幫大家介紹的是 在 新北市醫學院裡面 我們有提供一個圖庫跟音樂裡面 Open Click Art這個網站裡面的圖檔 它是使一個 FREE的一個檔案 裡面很多很多人在上面做貢獻 你可以在上面搜尋你要的東西 我要找一顆樹的檔案 選擇搜尋 你可以找到很多樹的檔案 點進去之後它有很多圖檔 可以下載 有PNG點證圖檔 你可以下載向量圖檔 你也可以直接卸上編輯 這是一個很好的圖庫應用 所以這邊的圖檔 你可以嘗試去列起一下 把自己需要的圖片 如果你常編輯需要圖片在這裡加入 你就可以很快的怎麼樣 拉過來它就進來了 圖片拉進來就可以 不需要你就把它刪掉 這個是畫廊的功用 方便你去整理你自己的素材